有请主持人 涂磊 真情致谢 重新开始 大家好 我是涂磊 欢迎来到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参与节目评论 报名参加节目 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谢谢你来了 官方抖音号和快速号 来 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三位老师 他们分别是心理专家百艳怡 媒体评论人石树思 重庆卫视主持人 柴子璐 好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我们两个人 有时疏远 有时陌生 有时失望 有时隐瞒 你是不是欠了好多钱 妈妈对不起 我不该上年隐瞒欠款的事情 掌声有请被指仙人刘晓玲 陀老师 你好 你好 各位嘉宾你好 请坐 女儿欠债了 是的 还瞒着你 对 你什么感受呢 当时心里非常难受 为什么欠债 可能他也是因为这个家庭的原因嘛 想给我减轻负担啊 自己 这样 偷偷地这样去创业嘛 欠了多少 本来我自己不知道 听到朋友说了 他不是在那个新闻上传到了吗 刷到了 就告诉我 还上新闻了 对啊 还欠下了很多债务一二十万 当时我就哭了 差不多哭了两三天 这样的心里特别难受 你的难受是难受在他不告诉你 还是难受在他欠了二十万债务 这个两方面的原因嘛 哪个更重呢 那可能是这个欠债的问题 就是欠钱比较多 更难受 而不是他不告诉你 掌声有请今天的志线人 刘淑仙 胡老师你好 三位嘉宾你好 请坐 谢谢 你是随妈妈姓啊 对 我刚刚问你妈妈 你妈妈不知道 是因为紧张还是没听清楚 你刚刚听到了啊 我说你是因为 他不告诉你 而伤心还是因为 他欠下了这二十万伤心 他的回答是后者 你做何感想 我觉得 要不我再问一遍 要不你问 妈你觉得我欠二十万难过 还是因为我没有告诉你 欠下了这个账真的是很难 他明确了 妈妈是因为你欠下债 他更伤心 而不是你没有告诉他 更伤心 这个答案不是你满意 对 因为你渴望 你们的感情最重要 是吗 对 你一直非常渴望的 是母亲的重视 关心 不至于像别的女儿一样 一定要做掌上明珠 就即便做掌上的一块石头也行 只要在掌上就行 可是你一时以来没有得到 那刚才这个回答 又再次击碎了你的想法 是这样吗 是的 那我们从哪说起呢 这都是回忆痛苦 从我为什么创业 为什么要欠债了 首先是因为我的家庭原因 从小到大因为感情 妈妈是个恋爱脑 恋爱脑 妈妈是个恋爱脑 什么叫恋爱脑 她的所有思想都在 交朋友 把孩子忽略掉了 交男朋友 对 就爱情 是她的全部 对 一旦爱情冲昏头脑 然后她就不理智 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 1998年我印象很 因为我三岁 小孩嘛 三岁起四 然后能一直到 现在我一直都是 住在舅舅家外婆 大姨家带大了 直到我 这种意志 因为我们 你三岁怎么了 你父母怎么了 离异了 分开了 对 然后分开之后 你就老是住在外婆和舅舅家 对 我就有这种想法 想要赶快 就是说 一直长这么大 坚信我一定要努力的 去买个房 让我们的妈妈 或者是我们一家人 能真正的在一起 20万 是干什么欠下 这20万 是我大事创业 开饭馆欠下的 而且是瞒着她 对 瞒着的是我找 为什么要瞒着她 因为我觉得我妈 不够理智 就是恋爱脑 我觉得 你口口声声说 母亲是恋爱脑 但我隐隐约约感觉到 就是你觉得 你挺不认同你母亲的人生 对 她很软弱 很软弱 你是恋爱脑吗 是的 你是不是一遇上爱情 就不理智 就很冲动 也许就是因为这些方面 把女儿 他们伤到了很深 我有一点不明白 你跟你老公离异了 只好 我很爷们 对 不要来惹我 我可以的 我可以打你们 或者说你们来欺负我 你们不一定能打 你把眼镜拿下来 我看 你要是留长头发的话 还是应该 是一个蛮可爱的姑娘 留过长发吗 留过 但是不长 也就到 那个妹妹头 你不希望任何人 能够看到你身上 哪怕展露一丝丝的 柔弱 不希望 是吧 对 妈妈这样子看上去柔弱 柔弱 你谈过恋爱吗 没有 那是你吗 对 是我 三岁的样子 所以分手了 跟那叔叔 对 所以在重庆 又只剩下 你们娘三 是的 是吧 那为什么你每次找的男的 都这样呢 我也不知道 是命运吧 命运 还是说你自己的脑子不够实 不好实 是的 太情感用事了 这就是 太感情用事 现在成长了很多了 现在成长了很多 是的 我告诉你 这个东西没法成长 一个人是这样的话 他这辈子都是这样 他就一直以来就是很天真的 那分手之后的日子呢 你们三个人在一起快乐吗 分手之后 我妈又把我们送回老家 好奇怪 为什么 她把我送回老家了 然后呢 给我跟哥哥单独租了一个小房子 在老家租了个小房子 对 为什么没有送到外婆和舅舅家 大姨是要生孩子了 外婆身体也不行了 妈当时可能想是不想拖累家人嘛 你和哥哥单独生活 对 那钱从哪来呢 钱是他托人给我们的 托人给你们 对 你就过上了没爹没妈的时候 对 和哥哥相依为命 对 我哥读技校 所以说就没有太大的那个需要我 我们读技校就偶尔周末回来 我基本上就是放学了就自己回家 回家的时候 吃饭呢 吃饭自己做 多大那时候 十一岁十二岁左右 十一岁开始独自生活 一个人睡觉 对 一个人做饭 对 一个人吃 是的 你那个时候对妈妈很愤怒吗 就是说没把我们当孩子 那把你当什么 就是没办法的义 你找过你父亲吗 没有 你曾经有后悔过生这两个孩子 生孩子我都没后悔 就是主要是他们没有过好 这就是我一辈子欠下他们的 你离婚之后 你肯定以你的性格是很迫切地 想要再找到一次幸福的感情 有一个好的家庭 对孩子生活 对希望有个对自己好的男人 但是两个孩子会成为你的主力 这些方面是有一点 但是就生下来也没办法 一个十一二岁的女生 一个人生活 一个人生活 做饭 睡觉 你放心吗 这个我知道 心里也知道 对他们 就是说没有做到近母亲的责任 这种单身家庭是没办法的 一次一次地这样颠去颠来 你能理解这句没办法吗 现在能理解吧 现在能理解吧 你将来有孩子你会这样做 我不会 你这样独自生活了多长时间 独自生活了没到一个月 那一个月之后呢 对 我外婆就要大爷来接种 所以你跟外婆应该感情很好 对 外婆还在吗 在 再次见到妈妈是多久之后 两三年 两三年 两年 他又回来了 对 再次期间没见过 没见过 一次都没见过 春节也没见过 过年见过了 过年会见 那过年的时候你见他 你会很高兴吗 没感觉 因为没怎么得到过 就不怕失去 也不会拥抱 也不会说我 反正就是叫妈妈 对 是的 你能感觉到这种生疏吗 有 有 你会感觉到痛苦吗 就这个女儿跟自己在一起很陌生 因为毕竟是自己生下的孩子 因为没有父亲的爱 没有母亲的这种爱 是我们都能 我是能体会到的 那那两三年你在外面又谈了吗 那时候都没有 就是在打工 没谈恋 这种最后就伤到了 伤到了最后又这样颠来颠去 又回家就带了他们 你两三年以后回来是因为什么原因 因为我身体原因 长期怕冷 咳嗽 就身体不好 回不上有问题 到现在就是 很容易说话 接不起那种气 你是在什么厂里上班 在油气 化工厂 喷气 就肺有了问题 对 一直这么多年 就是这样 妈妈带病回来 看到她那个憔悴的样子 脸黑了 人特别瘦 心疼吗 当时太小了 没 不知道那种感觉 不知道那种感觉 对 也不小了 十四五岁 对 我只知道她很憔悴 嗯 那住哪呢 也住外婆家 结果我舅舅知道了 因为舅舅是医生 舅舅要照顾外婆 外婆要照顾我们 然后呢 我舅舅就一起 带着我妈妈 带着我 带着外婆 我们一起又在一起生活 还有我舅妈 然后呢 为了照顾我们 然后呢 慢慢地给她治病 那是一个怎样的家庭氛围 是一个 和睦吗 和睦 我这辈子 从来没有感觉到 父爱到底是什么 但是在我舅舅身上呢 提到 感受到父爱 一种小小的关系 舅舅对你好 对 舅舅对我特别好 对我们家人都很好 我们 我可以说 我们三个人的生命 我舅舅 首先是我外婆 还有我舅舅的帮助 我们才能活到现在 说实话 他从来不会多说话 但是他 他总是默默地关心你 有时候 因为在一起吃饭 毕竟在 不是在自己家里面 我都会 为手为脚的 我不敢 在一个饭桌上吃饭 我不敢去 多捏一块肉 我首先想到 他们吃了 我就可以大胆地吃了 他们吃完了 我才能大胆地吃 后来我舅舅就 看得出来我那种 他就很小心地 加了一块肉 然后就说 除了因为你从小 没有得到过关心之外 还有一点就是 你会发现 有一个人在 设身处理地为你着想 妈妈从来没有 给过你这种感受 没有 我妈从来没有这样 这样在我长到大学 都没有对我做过任何 娘亲 舅大 你跟舅舅在一起生活 多长时间 直到我高三毕业 高三毕业 几乎是可以叫爸爸的 是的 是吧 可以 但是我 我从来不敢 你妈妈就没有说过 任何让你感动的话吗 有 在我高三的时候 说什么了 高三的时候 不是高中要毕业了吗 在咱们最紧张的时候 正在冲刺的时候 不是要体检吗 我被单独拎出来了 那体检的时候 我当时也不知道 什么情况 所有的同学都走了 我很慌 我是有什么毛病吗 我特别害怕 因为我在高三了 我特别 因为那个时候 给我灌输的 是我要好好读书 努力地读书 才能有那个出了 然后被拎出来过后 我老师给我妈打电话 让她过来一下 然后我复查的时候 然后我被检查出来 肺结核 我就觉得天塌下来了 你现在治好了没有 好了 然后妈妈说什么 然后我妈倒是说 我砸锅卖铁 也要给我治好 她就安慰我 那一刻我感受到了 来自妈妈的爱 在那一刻 对 你觉得妈妈是个坏人吗 妈妈不是个坏人 她只是天真 对 她只是一个 头长在男朋友身上的 头长在男朋友身上 对 就是所有的都是为男 在她那方面去考虑 没有考虑过 我们有时候 其实不要你太大的东西 一个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 对 很愧疚 就女儿得了肺结核 你很愧疚 对 是的 各方面的原因 没有照顾好她 再说这方面 还是感谢舅舅他们 能包括我 那时候我的病 她的病 都是全靠我的家人他们 我就带舅舅他们家里 就一家人就带他们家里 我就带他那里上班 打针书役 就在他那里 一工作了差不多八年 在舅舅那儿工作 就供他们读大学啊 搞这些的 就是没办法 最后七八年之后了 他们上大学了 我就自己 最后由自己来 出来就做门店 身体好了一点嘛 后来妈妈又恋爱了吗 后来妈妈在家乡又谈了一个 就在舅舅那儿上班的时候 又谈了一个 对 那时候我刚好 就是你们那一个地方的人 对 一个地方的人 这个叔叔怎么样 这个叔叔 当时还好 到后面呢 我在读大学返乡 然后那个叔叔就对我说了句 不拦不履的 说你是吧 对 说我一天不拦不履的 这个打扮 连女孩子的样子都没有 然后我妈在旁边 也不帮我说话 那一刻我更想 我更想去创业 想自己去证明自己的艰辛越来越强烈 那一刻我就又把我说了 我直接又拎着皮包 跌着那个又回去重庆的 为什么你的男朋友 每次都不尊重你的孩子 可能也许这种二分家庭 可能是这样的 你觉得他不尊重孩子 是不是就是不尊重你 不尊重我 对 就看不起你 我就有一种 那你怎么老找看不起你的人 本来我也不想找了 说了一句话 我大概姐夫帮我介绍 没办法介绍 她说我妈妈妈也是这样说 她说你毕竟孩子就大了 你总要有个依靠 好 你稍等 是真的跟妈妈所说的 她不想找 别人硬要介绍 还是她想找 应该她自己也有点想吧 爱情当中的妈妈 是什么样子 是幸福甜蜜的样子 还是傻傻的样子 傻傻的样子 一味的付出 她给别人洗衣弄饭五年 她都愿意 她都没给你洗衣弄饭 说起来真的是很高兴的 是吧 真的 你给男人洗衣做饭 给自己的孩子 却没有做过这些是吗 是的 这是怎么回事 你一方面说愧疚 但一方面你又不干这些事 然后一方面你说 其实你也不想谈恋爱 但是你又给别人洗衣做饭 想到有一个完整 就是说这样介绍 有个完整的家庭 对孩子好一点吗 你觉得妈妈说的是真的吗 妈妈是为了家庭的完整吗 可能她听到外面外对她的那些评论 她一直没有相处到好的男朋友 然后后面接触到了 就想一定要证明一下自己 我觉得可能就是有那种 你为什么一直没谈恋爱 现在能看得上我的那个口味得多动啊 我又负债 家庭又不好 是吧 说说创业吧 什么时候开始创业了 从19年 你那时候在读书吗 对 大三的时候已经开那个摆摊 已经有个一两万的存款了 然后就想着有这存款 咱们就更想去创业嘛 然后那时候差钱 我从来没给家里面说过 我都是找我的那些兄弟姊妹们 闺蜜们 然后她们都很好 都把结婚的钱都借给我的 直接借给我 然后我就开店 在九龙坡那个商圈开了 本来我刚开始只是想做外卖 结果我听朋友的怂恿嘛 就是说 哎 做堂食好一点 你又可以做线下 又可以做线上多好 然后呢 那个房子租下来 三四十平 清水房 啥啥的都需要自己买材料 墙啊 到吊顶啊 桌椅板凳啊 橱柜啊 这样乱 看着不是很多钱 你杂齐杂八的 那个加起来都有个十二三万了 还有同货呢 啥啥啥的 然后就导致没开到半年 就运营不走 亏了二十万 对 直接亏了二十万 千二十万你害怕吗 当时害怕 但是后面 后面就好了 我觉得那个是我自己 自己的原因 但我觉得只要人在 我觉得只要人在 咱们啥都不怕 啥都不怕 咱们都能还上 但是那一刻 在那刻因为很多 有很多是我接了的那个花贝 还有信用卡 当时没有想这么当那个打电话给我的时候 我当时那个经济能力已经跟不上了嘛 还不上了 每个月可能我当时就做垮了 做亏了时候 我就去跑快递 然后在还的途中 有一下债务突然一下挤了很多过来 我还不赢啊 那是我边送快递的时候 晚上就跑跑代价 这照片都谁拍了 电视台那个新闻 你怎么会上新闻 当时洗车一个 你看见你女儿在外面风餐露宿 风里来雨里去 是的 宁愿向朋友借钱也不找你 是的 你内心都有些什么想法 从我那时候知道了之后 心里特别难受 这就是亏欠我的孩子太多了 这就是没有做到母亲的一个责任 给他们去承担啊 这些真的很愧疚 很自招 那段时间的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 有一些什么小故事可以跟我们说吗 跑代价的时候在外面 就是我基本上是白天都在睡觉 晚上就没吃饭嘛 一天只吃一顿饭 晚上的时候去一家小馆子 当时是在那个江北那些地方比较消费有点高嘛 我当时进一家小面馆 当时我一进去看 哇 最便宜的15块 当时那个老板很客气 他去啊吃什么呀 他在这儿住啊 当时很多人我也不好意思 然后硬着头皮点了一碗15块钱的 吃的时候 我的内心想法就是 哎 我今天 这15块钱面本来我可以吃两顿的 我今天一顿就吃了 当时心里面特别难 就是那种叹气 为了15块钱 你有碰上过 就特别暖心的顾客吗 有 我的代驾车 那个自行车 我买的二手的七八百块 但是呢 就是将就用嘛 但是可能就是有一天 他电路坏了还是咋的 就用不了了 我就没办法 那一天我是走路跑 走路当了代驾 有个客人下了个单 他定位不准确 然后我可能直线距离一公里 我跑了两公里多 然后客人一直不跳 你到没有啊 我等了你 他等了我40分钟 我马上到 马上到 我不好意思 我说老师你下错位置了 还是等了 我找了你 我跑了很大一圈 然后当我上车的时候 那个客人还是很冲地说 你是当代驾的路都找不到吗 当时他又看到我那个流的汗水 衣服都打湿了 那是个夏天 然后我说不好意思 我说老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因为确实不好意思 我今天没车了 然后当我到的时候 打过去只要五十几块 五十六块钱左右 客人直接说 这一百块钱给你了 他说不用找了 当时那一刻我被软到了 软到了 就别人觉得我很辛苦的那种 突然一种关心了那种 觉得我很辛苦 然后呢 就很好心地给我 多给了四十几块钱 那个时候你才多大 二十五左右 一般的爸妈看见自己女儿 的这种工作状态 大概是心里受不了 我们从来没给家里说过 这些事情 你今年多大年纪 我今年五十一了 现在还谈着吗 恋爱 以后还谈吗 都谈了 那将来跟谁生活呢 我现在就是我的小孩 相拥为面了 就这样感觉了 跟哥哥生活 还是跟女儿生活 大家一起吧 你是对男人死心了吗 可能也许吧 也许有这种想法 我观念了 你觉得自己命苦吗 那可能是 我这辈子就是婚姻上 那你觉得是你更命苦 还是你女儿更命苦 那肯定她了 因为我就过去了 苦也苦过来 过去了都没有 主要是两个小孩 所以现在就要慢慢慢慢 我从我自己身上 想现在来 弥补于他们 如果说 有可能再接受一段感情 你对对方的要求是什么 如果不能承受 我的两个小孩 我一般都 你现在不需要了 他们大了 那大了 他也会回家 也会很多东西 不如意 他的意 这个当的不行 这种 你觉得你妈完以后 还会再找 他真的心如此灰了吗 我觉得他应该不会找 真的是伤得蛮深的 不会找了 作为晚辈的 可能会想给他相亲一个 小老头子 你还敢给他介绍 肯定要的 因为毕竟人需要陪伴 那你呢 我也需要陪伴 你也找吗 我就努力吧 你现在在干什么 我现在在返乡创业 创什么业 在抖音卖成子 卖成子 凤杰其成 我们家乡 我是凤杰人 我跟我妈都是凤杰人 妈妈跟你一起吗 妈妈没有 没有 你一个人 对我一个人 今天来道歉 除了这过往 刚才所说的这一切 还是说因为最近又发生了什么 我返乡创业有一个多月了 在我直播的时候 我没有抱太大希望 不知道直播间有多少人 但是永远有一个人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她是谁 她 最后是我妈 一直在我直播间 一直给我点赞 然后直到播到那个 2022年 就是最后一 12月31号 最后一天 是我生日 那一天我妈就 问我多久下播 多久能回来 然后我就纳闷了 我就觉得我平时也不怎么过生日 我觉得生日都不重要 每天都过得很好的 就是说生活就是这样了 然后那天她就叫我回去 然后她给我做了一顿饭 做了一顿鸡肉 我一整只鸡鸡鸡 她去下午亲自去买了 然后给我烧了吃 但是她是一个爱我的妈妈 那一刻是又软到我 因为有了她才能有我 平时说话呢 也是咄咄逼人 但是在最关键的时候 她永远是会站在第一个 默默地支持着我 爱着我 这就是我的妈妈 永远不会说漂亮话的妈妈 在今天 你辛苦了 谢谢你为我做了这些 我爱你 那你还觉得妈妈软弱吗 那一刻 就不软弱了 你觉得软弱跟坚强 是完全矛盾的吗 不矛盾吧 不矛盾 对 她软弱是她个人感情 她坚强又是 她一直能把我们带到这么大 她既坚强又软弱 对 她在感情方面 但是在她真正的是 她坚强的一点是 她没有抛弃过我们 她开始一分为二地看问题 是吧 很多一开始很多孩子是很偏执的 你但凡做了一件伤害我的事 我就完全否定 她现在会分开来看 她感情上是个恋爱脑 她是个白痴 对吧 但是在对待孩子上 她从来没有抛弃过我 至少不像我那爹一样 是吧 综合性的看问题 包容性的来看人性 你会快乐一点 你不会像以前一样满腔愤怒 是吧 是 孩子比你成熟啊 是的 她看到我的一切走过来 跟他们都小了 受阴影的成长有关系 她还跟你找个小老头 嗯 那 石老师这样的行吗 当然了 相当的好了 可以啊 妈妈笑了 好 那我们就让石老师先说 好不好 来先听石老师来 这个故事吧 有一个挺凄惨的开始 结尾还不错 妈妈是一个很特殊的人 育人不输 然后追求自己的幸福 重新恋爱 再去嫁人 非常的普遍 一分为二地看 尊重每一个成年人 选择自己幸福的权利 但妈妈她有个问题 就是我们很多成年人 追求幸福的权利 我特别支持 但是我要提醒的是 当你有孩子不可任性 他没太处理好 当然你亲爹更失败 因为这有违社会基本伦理 中国人过去不这么活 我们几千年都没这么活过 为了自己的幸福 可以牺牲掉孩子 这个代价过于沉重 我们国家为此发过文件 要求兼夫妻 照顾孩子的责任 最好能待在身边 没有埋怨的意思 因为你今天的回头特别可贵 知道家的重要性 知道女儿的重要性 重建亲情 回到人之初 性本善 这都很重要 但是我相信很多的家长都在迷失的路上 我觉得我希望更多人能看到这个故事 能看到你们经历的一切 能学你妈妈回头 既灵还需既灵人 经过你们经历的所有的磨难 希望你们母女同心 你看她有了悔恨 你有了包容 这就叫成长 我相信你们 谢谢你们的到来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你 有很多人为什么是恋爱呢 因为在我做心理咨询的过程当中 我会发现很多无脑的那种恋爱的人 像你妈妈这种类型 特别容易遭遇不喜欢她的男人 是源于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异性关系当中 是没有获得过满足的 他内心当中有一个缺口 那这时候当有一个人出现了 然后我就会奋不顾身 忘记全世界 然后让自己去投入进去 哪怕牺牲自己所有的一切 做牛做马 洗衣做饭 没有自尊 他其实是在去疗愈他内心当中 爱的那个缺失跟你是一样的 那我也想跟妈妈说一句 他一直在去等待着妈妈的爱 一个孩子三岁之前 他对于自己的性别 也是没有特别清晰的感受和认识的 甚至他在他的内在是一个无性别者 而只有在零到三岁这个过程当中 他会获得妈妈无条件的爱 所以我倒觉得其实你们家 你们家孩子还一直是在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来去执着地守候和等候着妈妈的爱的出现 我也特别地希望你们都能各自去找到 能恰当地爱你们的人 真真正正正地爱你们 而不是只是喜欢和需要喜欢你们 只要找到能够爱你的人 那个人是什么呀 其实不重要 你值得被爱 像所有的生命一样 祝你们未来的生活当中 能够去收获更多的快乐和爱 谢谢你们的到来 谢谢 谢谢 谢谢刘老师 两位好 老师好 心疼你这样子中性地打扮 心疼你对爱情的那种不信任 还有非常拼命地在生活 你对你的舅舅充满了感激 你有体会那种爱的能力 他给你夹块肉 你寄到现在那份温暖 让你学会感恩 所以我觉得很庆幸的是 你经历了那么多磨难 抛弃不被爱 但是你内心仍然充满了爱 仍然等待着被爱 也努力地再去爱别人 然后我想跟书仙的妈妈说 别把他只当成一个很苦的孩子 你要看到他那么多美好的地方 其实我感受最大的 无非就是一直想得到母爱 而且他的要求极低 低到妈妈没有抛弃我们 就是妈妈很坚强 妈妈给我做了一只鸡 整只鸡 妈妈很爱 今天妈妈到来 把这些事情说出来 其实我知道你也鼓起了很大的勇气 因为这些事情一定会让你没面子 有了今天 有了开始 大家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你做女儿 她做妈妈 挺好的 希望你们幸福 谢谢你们来了 谢谢老师 谢谢你 亲情是没办法选择的 摊上了就是摊上了 来 接下来有什么话 对妈妈说 谢谢你来了 我很感谢妈妈一直没放弃我 我错怪她了 我怪她软弱无能 其实站在最后的都是我妈妈 永远 不管是我发生任何事情 站在最后的永远是我妈妈 我谢谢我妈妈 我也亏欠你太多了 反正慢慢地来弥补 我们一起走下去 坚强地去走 谢谢我女儿 来看看女儿送给妈妈的礼物是什么 我送给我妈妈的是一件小苗 我希望她不再受到伤害 希望我们一起共同努力 我妈身体也不好嘛 然后希望她穿得更暖和一点 有我在 有我们一起共同努力 都不再受伤害 就是她既是你的小名 又是你的大名 是吧 所以有这样的女儿 其实确实挺欣慰的 是的 还好你第二个问题你答对了 心疼大过于欣慰 日子虽然很艰难 虽然也不那么容易遇上一个真心爱自己的人 但是我们要吸取教训 咱们要吃一线长一致 如果说男人靠不住 那女儿在身边 咱就好好的相互依偎 好吧 好 谢谢 就这样吧 我都说了 谢谢 不管是我发生任何事情 站在最后的永远是我妈妈 我曾经 我谢谢妈 我们一起继续这些走 从来就没有哪个固定模板的人生 爱情 从来都是在变化当中 吸取教训 然后再不断的向好的方向迈进 如果经历了很大一段曲折之后 你依然相信美好 恭喜你 我明白 如果你也有对不起或感谢的话 想要诉说 也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你的故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